穿起围裙 戴起手套 关渡医院副院长周信生 跟台北城市科大校长冯美瑜 在专家指导下包起养生粽 先将长糯米分量减拌 加上白米跟红梨 配料部分舍弃传统的五花肉 改用松板猪 再放入香菇 干杯与分量减拌的咸蛋黄 短短几分钟 口感Q脆弹牙的养生红梨地瓜粽 就大功告成了 让它的热量大幅的下降 用我们的白米地瓜跟红梨 来取代它的外皮 跟减油的松板猪肉 来增加我们的粽子的内容 的丰富的口感 传统的一个习俗 那其实很多年轻小朋友 都已经忘记要怎么做 所以也借由这个机会 我觉得也让大家能够 耽误节目一年一次 也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节日关系 大家也能够重温 儿时的那种吃粽子 包粽子的感觉 餐饮系学生也忙着 将包好的粽子 分享给社区邻居 十多年来 每年各大节庆前夕 关渡医院都会与台北 城市科大共同举办活动 再加上疫情解封 活动睽違三年重新举办 居民热情捧场 反应相当热烈 我们还有做体试人 节庆的时候 一起的活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学生在进到医院里面 他们不见得要直接照顾病人 大家可以看到 他所今天来参加的病人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很开心可以跟关渡医院 每年都有这么多的活动 可以共同来举行 我想对于我学生来说 我们有社团活动 更希望学生在学校将他所学的专长 能够贡献于社会 特别是我们跟关渡医院 有这么长久以来的友谊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 台湾美两个成人 就有一人过重 而关渡医院这场端午节活动 营养师也在现场 指导大家如何吃得应景 又兼顾健康 安心吃重 体重不怕重 记者不参有 台北采访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